在2023年,众多影视剧作品纷纷上映 可惜有些作品却备受质疑,主要问题出在你演员的演技上 他们在各自作品中的演技无法达到观众的期待令人遗憾 首先是迪丽热巴在《公诉》和《安乐传》中的表演备受批评 他被指责台词刻板,毫无情感代入,行为上过于粗俗 《公诉》里,网友全方位地对其进行了攻击 说他不只是演技、气质、台词、声音,全方位不符合角色 说他一人悔一部剧地评价一大片 确实,全剧里热巴除了美美的摆pose,亮出他那张脸蛋外,几乎没有其他作用 甚至连剧中的配角都比他有演技 他被网友说台词像背书一样刻板,毫无情感代入,让人无法感同身受 若说证据不适合热巴这种流量明星 那么回到他熟悉的古偶剧,应该会好吗? 也不尽然 《安乐传》里,热巴饰演一个大字不识,行为粗俗的女土匪头子 可他却将这个土匪演得如邻家调皮的女孩 刻意可爱,也有意粗鲁 跟男主主动轻易,又是动手摇江,又是强行传东,一番操作油腻招人厌烦 惹得网友都动不住了,称他像个色魔 作为顶流女星,热巴这演技就不能好好磨练一下 每次都只能看看造型,何时才能撑得起一部剧呢? 这些问题让观众感到遗憾 热巴有着相当高的颜值和知名度 但他的演技却难以与之匹配 再说说王楚然,别看他在玉谷窑里挺美的 可对他的演技,观众也不认可 《我的人间烟火》里,他跟杨杨搭档 原本杨杨就是出了名的游王 口碑上已经让这部剧占不到便宜了 不成想,王楚然的演技也没强到哪去 女主的演技浮夸,跟杨杨不分上下 处理医生这个职业时过于表面 好像是穿着白大褂的路人,毫无专业性可言 最让人吓头的是两人的吻戏 有道让人难以入口,实在看不下去 不过,这些还不是最败好感的 王楚然的口碑才是让网友气聚的正音 业内早有传闻 撑起小牌大耍,还动不动就翻白眼 这么爱耍小性子的演员,怎能有路人员 这些问题无疑让人对他的表演能力产生了质疑 纷纷呼吁他在今后的演出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白露在《长月静明》中的演技也不如人们预期 他的表演被评论为凶悍而吓人 开播前就有爆料撑起演技退步了 不止模式化严重,而且还生硬得很 播出后问题确实如此 白露在剧中的表情过于浮夸 哭时扯着所有五官做到最大幅度 吵架时,也是放弃表情管理 嘟着嘴,声嘶力竭地乱喊 太过夸张,网友评论其凶悍吓人 观众对于他的表演感到失望 纷纷表示,期待他能在今后的作品中有更好的发挥 然后我们来谈谈张小斐 原本,凭借你好 李幻英已经跻身一线咖位的张小斐 从前年起,就能与杨幂、赵丽颖这样的一线女星位列同牌了 还一举摘得了金鸡最佳女主的桂冠 算是十八线小咖翻身逆袭的典范 可遗憾的是,自李幻英之后 他并未趁着热度高歌猛进 而是陷在了各种狗血剧上 这部《好事成双》里 他的演技备受质疑 让网友嘲讽金鸡影后就这演技 剧中他饰演的林霜发现丈夫出轨后 一直隐忍纠结 直到被李泽锋饰演的为民激怒后 来了一次情绪大爆发 可张小斐的演技却是五官乱飞 干吼咆哮 感染力甚至还不及李泽锋 难怪有网友评论 张小斐金鸡影后的演技 被李泽锋按在地上摩擦 确实,他在该剧里的演技 要么是情绪爆发的没有层次 一味地吼叫发泄 要么就是表达失望时 过于平淡,面无波澜 让人丝毫感受不到 人物内心的情感张力 对于他在电视剧上的表现 网友们似乎并不买账 评论其演技不够流畅自然 太过模式化了 说起来有点遗憾 从金鸡影后到演技被潮 才不到两年的时间 不知张小斐能否认真看待来路 别辜负了金鸡给予的厚望 这让观众不禁感慨 一个等该活跃在大荧幕上的 实力派女演员 居然在这次演出中失色 接着是周冬宇 在电影《燃冬》和《鹦鹉沙》中 票房惨淡 观众对他的表演 给予了较差的评价 周冬宇也是扑街的一位影后 作为最年轻的三金影后 周冬宇身上的光环 可谓是意义生辉的 但是 或许正因太过年轻 反倒让他早早就暴露了 不够成熟的弊病 周冬宇也曾经有辉煌的战绩 后来的《我们》 《少年的你》等片 曾为其狂揽13亿票房 成为吃手可热的新任票房杀手 可今年连上的两部电影《燃冬》 和《鹦鹉沙》 全部遭遇了滑铁炉 票房惨淡 口碑扑街 燃冬剧本本身就有硬伤 周冬宇饰演的娜娜 在与男主号风亲密接触时 内心竟然想的是 与男二在发展感情 所谓的疼痛文学 难道就是这么逻辑不清的疼法 周冬宇的干瘦 青涩 就让这两个热血青年 情迷至此 完全get不到所谓的魅力 也不能理解 为何电影会如此进行 网友评论 在电影院如坐针毡 这辈子没看过这么歹毒的电影 豆瓣给了个6.1的评分 这里面还包含了 给这位三金影后留面子的成分 不少人坦言 根本看不出电影所谓的高级感 影天欲表现周冬宇的文艺 高冷 却适得其反 让人摸不到头脑 另外一部《鹦鹉沙》 也没好到哪去 还是一部狗血剧情 两男一女的感情纠葛 文艺台词的腔调 顺带着塞进了悬疑的元素 看上去怪怪的 周冬宇饰演的周冉 有用力过猛的嫌疑 一面是干净 儒雅坦率柔弱的 可一个转身 她就眼神犀利 腹黑仇恨 这种转变毫无铺垫 却有让人毛骨悚然的反转感 但更多的是 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其他女演员 好在还有造型可看 任敏今年的剧 就惨到连妆容都被吵了 玉骨瑶刚开播 任敏就因鼻头宽大 头套太假 被网友嘲讽太丑 确实 作为女一号 任敏不只要跟美少年 肖战搭戏 最关键的是 剧中还有一位 艳压她的女配王储然 任敏跟男主颜值 不匹配不说 就连妆发都不及女儿好好看 这样观众怎么忍 尤其是她对镜头的那段戏 被网友截图反复差评 评论其还不及剧中的丫鬟好看 王储然不费吹灰之力 就在剧中吊打了任敏 除了颜值被吵之外 任敏的演技也退步了 演女主机灵可爱的戏份 她竟然也用眼珠子乱转 表情夸张代替 说到兴起时 还摇头晃脑的 太不稳重 另一部剧《欢眼》里 任敏从造型到演技 又一次背对 或许是因为《玉骨姚》里 她被讽刺脸大 到《欢眼》时 后期竟然把她的脸羞小了 可怎么看上去格外使真 演技也被剧中的其他人 比了下去 《欢眼》中 张艺 张鲁一等都是实力派演员 在他们演技的对比下 曾经被吹成 95花演技扛靶子的人民 这回竟然也被秒杀了 远不及张艺和张鲁一的演技 自然流畅 李沁在电影《人生之路》 和《梦中那片海中》的表演 也受到了质疑 观众们认为 她常常陷入过于浮夸的表情 缺乏内涵和声趣 《人生之路》的热度 可是高涨不断 但是狗血的剧情 诗真的细节 都让她备受吐槽 不过引起最大的争议的 还是饰演女主刘巧珍的李沁 原著中的刘巧珍 是漂亮向上的 她永远充满着乐观精神 而李沁饰演的《村花》 就有点不尽人意了 她在外形上为了贴黑角色 故意抹黑的全脸 这样有黑的皮肤 再加上那个她瘦弱的身材 让人觉得有些营养不良 当李沁笑起来的时候 她那一口洁白整齐的烤瓷牙 又和她的皮肤形成了鲜灵的对比 让人感觉十分突兀 当她为了博得男主的欢心 去发廊烫了卷发后 就更有喜感了 不但没有对她的黑瘦的外形 有一点羞耻 反而这一头太底卷 还把她衬得不吐不扬的 虽然之后她又扎起了麻花辫 但额头上仍然是卷毛刘海 这样的造型 让她即使是泪目的戏份 也让人觉得有些喜感 于是很多网友纷纷吐槽 这是对农村的姑娘有刻板印象 甚至搬出了80年代时 吴玉芳饰演的刘巧珍 当时的她脸颊带着婴儿肥 扎着两个小便 青涩的让人觉得 那才是村花应该有的模样 这些问题使我们意识到 一个优秀的演员应当注重内外兼修 不仅要有出色的演技 也要有深度的角色突破 最后是杨超越 七十吉祥和虫子中的演技 同样备受质疑 观众们批评她经常瞪眼、装疯 缺乏表情的差异性和进步 这让我们感叹 一个女演员虽然具备颜值和知名度 但她的演技 依然是观众们关注的焦点 这八位女演员 在2023年的作品中的表演 无法满足观众的期待 令人失望 这些剧明明阵容 制作都十分强大 按理来说 更应该让人眼前一亮 没有想到都纷纷拉胯 甚至女主都成为了其中的败笔 这属实让人有些意外 所以说 无论是多大规模的阵仗 播出以后总会现出原型 因此 还是好好打磨剧本 以及认真选角 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她们 能吸取这次教训 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实力 做大规模